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龟狼来敲门了 当当当 敏拉刚念到这里 当当当 敲门声真的响起来了 小熊正在看童话书 小兔子乖乖 你是谁呀 敏拉问 我是你舅舅啊 屋外的声音说 敏拉心想 她后面要是说 我还抱过 她后面要是说 她还抱过我 肯定就是大灰狼 这时 屋外的人突然喊道 我还抱过你呢 看 果然是大灰狼吧 到底 门外的是大灰狼吗 我绝不给你开门 你是大灰狼 你把爪子伸到窗户边 给我看看 米拉站在凳子上 拉开高高的窗户 一只毛茸茸的白爪子伸了过来 一个大白爪子 看上去不像大灰狼呀 是白的吗 不是抹了面粉吧 这么大一只 真像大灰狼的爪子 米拉拿起刷子 就刷那只大爪子 哎哟 哎哟哟 米拉 你干嘛呀 不认识舅舅了 你妈妈在不在呀 屋外的人大叫起来 当外面的陌生人 问家里面 有没有爸爸妈妈的时候 宝贝们 你们会怎么做呢 米拉 你在干嘛呢 妈妈从厨房走了出来 米拉神秘地对妈妈说 有只大灰狼来了 妈妈从门径往外一看 哎呀 我以为是哪只大灰狼呢 原来是你阿壮舅舅啊 原来门外的 是舅舅不是大灰狼 舅舅拿着一篓子鱼进来了 他哈哈大笑地对米拉说 你正看着大灰狼和小羊的图画书吧 你看看舅舅的爪子是真白还是假白呀 米拉不好意思地说 书上说了必须提高景气 对 咱们米拉做得对 注意安全很重要 舅舅说笑着和妈妈走进了厨房 我们米拉真棒 米拉刚拿起书 敲门声又响起来了 有人在吗 米拉站在凳子上 学着妈妈从门径往外看 心说 我不认识他 他可不是舅舅 舅舅就在厨房呢 屋外的人小声地说 家里有人吗 到底来的是谁呢 我才不告诉你屋里有没有人 米拉大声地说 屋外的人笑了 这么说是有人呐 你家大人在不在 米拉听到这里 感觉不妙 你是大灰狼吧 我就不告诉你 我就不告诉你 我们的米拉可真聪明 米拉看见屋外的人 一直捂着嘴笑 她为什么不大声笑 大声说话呢 小朋友 我是你妈妈 送信的 告诉我 妈妈在不在呀 屋外的人 没有背邮包 也没有穿 邮局叔叔的衣服 米拉觉得这次 真的碰上了大坏蛋 到底是不是 大坏蛋呢 她机智地跑到厨房里 喊着 妈妈 妈妈 有个大灰狼 在外面呢 大灰狼 怎么可能来北极呀 妈妈正做菜呢 是呀 米拉 你又把爸爸当成 大灰狼了吧 舅舅开玩笑说 不是爸爸 你们怎么不信 那个家伙 遮着嘴巴和鼻子 还低声说话 说是给妈妈送信 但肯定不是邮局的叔叔 到底是不是邮局的叔叔呢 听到米拉这么一说 妈妈严肃地走出了厨房 趴在门口 往门镜上看 外面 外面 什么也没有啊 米拉想 这么快 就没影了 孩子 你没看错吧 妈妈问 不可能 妈妈 我绝对没有看错 米拉 不相信地 拉开门 只见地上 扔了两只白手套 人 怎么没了 米拉 走到门外 白茫茫的雪地上 只有一行 只有一行脚印 通向树林 到底刚刚门外的是谁呢 你们看什么呢 这时 这时爸爸从树林里走了过来 爸爸 你刚才有没有看到一个戴绿围巾的家伙 米拉问 爸爸站在门前左右看看 没有啊 远处突然传来了声音 站住 你这个骗子 驯鹿伯伯 拿着大扫帚 追着一个人 他 不是绿围巾吗 爸爸 他肯定是 大灰狼 咱们去帮 驯鹿伯伯吧 爸爸 出米拉 一点头 拿起了电话 赶紧报警 到底 围着绿围巾的 是不是大灰狼呢 第二天的报纸上 这样写道 大灰狼 来敲门 极致的小北极熊 没有开门 而是 在爸爸的帮助下 打报警电话 抓住了 骗子 大灰狼 小白熊 智逗 大灰狼 我们的小白熊 可真棒呀 好的 今天的故事 讲完了 宝贝们 当你们遇到陌生人的时候 该怎么做呢 赶紧和爸爸妈妈 讨论一下吧 打赶紧和爸爸妈妈 是的 说过来 家对 对 这 你 那